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到我在那个吧 而且他能用到功能比较多 是这样子 首先 先画一个圆形吧 就一个圆的 多少没有关系 反正就随便 你看我也是随便拿 然后呢 这样子从这个圆的中心点 然后就这样子选上那个直线工具 左键选他啊 左键选他时候开好那个中心点 对吧 靠近这个圆山球 对吧 他显示先说你点一下 对吧 然后这时候点这个 cute 或者m或inter 对吧 因为我开了某几个套一起选上 然后选边上 对吧 然后这时候就因为我有开三格吗 那可能就你们就选上到第一个这个十字点呗 当然如果你们肯拉多拉少了 一样这个十字点 然后这时候就 横线这样子 可能四五格吧 然后这样子回来吧 回来 然后可能留两格的一个什么 留两格的一个厚度 对吧 然后就 基本上就这样子 ok 然后这样子结束啊 就是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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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怎么样呢 现在就是 这样子去点一下旋转 练习一下一个旋转功能啊 我们选一下这个左键左键旋转啊 然后点一下我们刚刚画那个线 然后这时候再点一下这个下面这个end 对吧 然后按着这时候 你看我 我的左呃 鼠标左右可以换那么对吧 按shift 保证它是网上 然后按这些时候 这时候点一下走键 哎 然后 shift 就可以放开了 放开shift 这时候再右键 再右键 结束 哎 你看到 对 哎 你看这个烟灰杆 就是插那几个卡机就完成 但是这里好像点厚 对不对 哎 当然了 为什么 因为正常如果你有去研究过的话 你看底边的 有空的 那这那个怎么做 画出来的吗 哎呦 怎么可能呢 当然会画出来 有可能画出来 但是很少啊 是这样子 点一下这个shake 抽壳 点下面 然后点一下 通常fickness 2 也可以1 没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选的是2 有些 因为我们刚刚这里这个地方就离地是2 就我 我意思是这里 你看 我们刚刚这里是2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要选什么 选1 就是说它撞了 所以有时候你画的时候记的时候数字 你要想它中间逻辑性哪里出问题了 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1 那你看厚度下面这里 对吧 你看我们一个是我们刚刚画的这里嘛 看着我鼠标这个地方 然后一个是刚刚离地的那个地方 对吧 那就是说 呃 当然平常画也会把这个离地 就外围这个才是一个跟桌子摩擦面 对吧 那这时候选1 那你看刚刚里面的有点腾空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上面的也有一个凹槽 对就这样子一个这样子save 那所有东西都会按照一个1的厚度去完成的 你看这个就一个烟灰光 完成了 当然不可能的 啊 先把它换用回去 这时候还有什么 就三个放烟的那个凹藏我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能选这个打开这个箭头 对吧 选第二个圆柱 圆柱以后 点一下这个英特英特在哪 没关系 没有大小 哎 没关系 都没关系 往线随便画画而已 不用管数字准不准哎 你看到了 对 我们今天刚刚用了一个旋转的功能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又用什么 一个圆柱的实体拿着功能 我们学了怎么去定位嘛 对吧 然后这个前世或右世 其实刚刚画这个圆柱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通常这三个嘛 我印象中的话 然后这时候要用第二个东西 环形正面 正面之前讲过一个东西嘛 对吧 然后这时候这次讲的什么 环形正面 选上一个这个东西说 哎 你看中心点end 对吧 然后这时候选number of item 我们选了三个 它是自动平均放 对吧 平均放 然后这时候 哎 你看 刚刚还原回来嘛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三个二手给减了就好了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减呢 哎 有同学就记得布尔加减布尔减法 第二个减了哈 A-B 我这时候选三个好麻烦的 对吧 会不会觉得就这样子 我选三个好麻烦 那人怎么做呢 对 一二三 我们先把它选上 群组一下 哎 你看一选就三个点了 那这时候操作起来 比如说我们我们点起来就不会怎么 不会这么混乱 哎 你看 不好意思 点错了 这样子点一下 左键 一 第二个 第一下 一 然后就第一下是点那个功能 第二下 然后右键第三下 第四下 点这个我们刚群组的 然后第五下 再右键 哎 你看 剪完了 对吧 第六下了shade 对吧 这个啊 钢铁点 这里这个shdllshade 然后你看这时候就出完课了 而且这个行可以开幕的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你说我还要画开幕角度 哎呦 不要着实了 这个开幕角度是你画的吗 工程师画的吗 如果你说设计师把开幕角度画 你就不要读设计 你去读工程吧 因为这个是工艺上的问题 随时可以解决啊 这个就一个很简单的 因为刚刚我们就画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那就这样子 那今天的课就 就到这里 有什么想画的 一样给我留言 然后我就给你们做一遍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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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